今天的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时间是2024年3月14日 一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前面的一辆白色奔驰超速行驶 而且还闯了两个红灯 这开车的人估计是喝了酒 于是警察立刻将这辆车拦停 可是警察看到司机后却傻了眼 证明开车的女士不是别人 而正是自己警察局的警长 她的名字叫安德里亚·史密斯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对话 I'm trying to knock you to go home Come out the car Me? Come out the car Go ahead Are you serious? I'm good Are you serious? I'm good Come to the back of the car Are you serious? Sarge? What's up? Really? You see how you're driving? I have a friend with me Stay in the back of the car, please Sarge, come out the car Come out the car Just stay standing outside the car I'm good What do you say? Stay set Stay right here Sarge, stay right here Smith What's up? All right I'm going to be performing some Field sobriety testing today Okay Are you willing to take these steps? Absolutely Are you wearing any Are you wearing any contact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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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o what about your shoes? Would you like to take your shoes off? No No Okay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come over here Any injuries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 All right So firs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I need you to You You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I'm going to be back Oh I'm going to be back All right Smitha All right They were going able Do you I'm going to be out this several 没有给他做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后来警察让女警长 出于酒精检测仪 女警长拒绝了 于是警察直接将他逮捕 并且当晚就送进了监狱 女警长被逮捕后 在警察上抱怨 说他被自己人 像动物一样对待 并大喊要起诉 警察局的某一位警官 根据警方的报告 女警长当时穿着连衣裙 和高跟鞋下车时 眼睛布满血丝 说话含糊不清 呼吸中散发出 浓烈的酒精锐 他被指控酒后驾车 和鲁马驾驶 但是他对这些指控 表示不认罪 他的律师说 从执法记录仪的画面中 可以看出 其实他当时是清醒的 眼睛里并没有不满血丝 也没有口齿不清 警察逮捕女警长 简直就是对正义的嘲弄 现在双方是各执一词 女警长也不认罪 其实美国查个酒驾 挺复杂的 分为现场清醒度测试 以及吹酒精检测仪 但是这些测试 又不是强制性的 法律没有强行规定 也就是说 即使我喝了酒 我也可以拒绝接受测试 这酒精检测仪一吹 不就证据确凿了吗 但是拒绝吹酒精检测仪 也是要承担后果的 有的州规定 不吹就会被暂停驾照 那么话又说回来 今天这位女警长 到底有没有喝酒呢 她为什么要拒绝吹检测仪呢 网友们都认为她喝了酒 她要是一吹 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女警长在警局干了十年 其中有两年多 是担任警长的职务 最后她被警局解除了职务 有很多的美国网友 都是这样说的 执法记录仪是个好东西 它不仅保护了公民和警察的权利 而且还支持和监督警察 做正确的事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美国在执法记录仪这方面还是挺透明的 公民是可以自己去警局申请记录仪的视频 有的是需要付一点费用 有的则是免费的 警局一般也都会同意申请 除非有一些暂时还不方便公布的案件 不过对于那些重大的刑事案件 警局也都会及时开发布会 并且发布记录仪的画面 今天的这些警察也得到了民众的赞扬 在记录仪的监督下不偏不谈 顺利的将女警长送进了监狱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